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8日 香港每天都有些很不開心的新聞發生 但是我們也要適應一下新常態 如何可以在合逢中找到一些樂趣 今天講一宗挺有趣的新聞 有一個電影改編至漫畫 其中一個角色是香港人非常熟悉的美籍華人MC Jin MC Jin近年回到大陸參加幾個rapper比賽 他的級數應該在美國也是技額群雄 但是回到大陸也要蒙面 作為一個參賽者 結果MC Jin在大陸非常受歡迎 但是 最近有一部電影 因為裡面的一個電影對白 他是一個電影演員 導演叫他講什麼理論上就要講 電影對白裡面有一句句子 就是讓中國人有些小粉紅很不滿 結果讓這部電影要下滑 不僅僅如此 還很多人批評MC Jin說他是假愛國 碎盡這些小粉紅、藍絲的心 說他是假愛國 我真的很奇怪 他是一個美籍華人 他的國就是美國 他的祖國就是美國 他的愛也是愛美國 他說愛中國 其實愛中國 作為一個美籍華人 你愛中國只能夠愛中國的文化而已 正如香港有些人都愛日本的文化 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認同 而不應該是一種血緣的認同 但是MC Jin說他自己是以中國人的血統為榮 當然人各有志 他有這種說法 但是這個可以從學術再深入一些說話 今天試試可以分析一下 MC Jin裡面的電影對白有一句句子 就說別人問他 他是適應了士兵的 別人問他 這是什麼膝蓋? 他說是一個中國人的膝蓋 這是一個典故 在二次世界大戰裡面 有一個文謠說日本人的膝蓋 中國人的膝蓋 其實說中國人也好 日本也好 喜歡貴 首先 引起很多小粉紅的不滿 說他是欲華 我問你一個問題 中國人喜歡貴 是不是一個事實呢? 如果說事實是欲華的話 這個真的 真的不能理解 不可理喻 說事實 而中國真的有二千多年下跪的文化 我很喜歡的一個教授 我影響我非常深的一個教授 余英時教授 我之前引用過他的研究很多次 他寫了一篇文章說 中國二千多年君尊神卑的文化 在漢代我們大臣和皇帝 可以坐而論道 很多時候都是站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時候坐在一起可以談談國家大事 到了唐代 宋代就不能夠接受了 一定要是暫而論道 皇帝站在這裡 臣子站在這裡 或者皇帝坐在這裡臣子要站在這裡 在明清又不能夠出現這種情況了 就要跪而論道 當皇帝坐的時候你可以站 但皇帝站的時候你就要跪了 皇帝不叫你平身你就不能夠平身 中國人有二千多年下跪的文化 我們在家裡要跪父母、跪祖先 在學校要下跪老師 在村子要下跪太公、下跪村長 對著神明我們要下跪神明 中國人有二千多年下跪文化 這是不是事實? 這是事實 不僅是中國人 受中國文化圈影響的 韓國、日本下跪文化都是更厲害的 尤其是你看看現在韓劇的階級性是非常強的 學長對著學弟很凶惡的 在軍中資歷深的對資歷淺的 是非常拔戶的 在公司連資深的對著連資淺的 是非常傲慢的 這些日本電影、韓國電影都看到這些文化在裡面 在中國今天也是 我們香港人要適應這個新常態 今天毛澤東說中國人要站起來 其實是針對中國人要貴的文化 但是今天我們沒有了貴的形式 但是有貴的文化在裡面 譬如說 我在大陸工作我很了解 跟吃飯 開研討會也好 開學校會議也好 吃飯 要分開階級 高級領導一台 我們間中會陪一起吃飯 但是陪吃飯又要讓領導坐主席 主委末位 全部都分開了 誰先起床誰坐下才都分開了 我們這些在香港長大在外國生活的 我們不會的 我在外國在美國 市長來我都照跟他坐隔離 州長看到面就跟他寫哈佬拜拜了 這個人與人之間是沒有一個階級性的 校長也好什麼也好 就先到先得 校長也要排隊排後面 大陸不是的 校委書記來了 後面那條隊讓給他 可以不用排隊 這是中國大陸今天貴的文化 的形 就沒有了 但是貴的文化的神 仍然是揮之不去的 吃飯也好 看電影也好 逛街也好 原則就是讓領導先走 這種貴的文化的精髓 仍然充斥著整個中國大陸的社會 台灣和香港非常淡化 台灣還有一些 但是已經淡化得很厲害了 反權威 香港由於受英國殖民地的影響 這些文化早在幾十年前已經是棄之如故里 但是MC Jean說一句 是嘲諷文化 而他說的是事實 藍而塞下有黃金 他翻譯版本已經翻譯得比較好聽 但是其實就是嘲諷文化 嘲諷文化是否等於玉華呢? 首先他是不是事實? 它是事實 而就算不是事實 是個人的意見 一般來說也不屬於是侮辱的 譬如說我最近很喜歡看一個YouTuber 這個YouTuber就是一個大馬 移居英國的華人 叫做Uncle Roger Uncle Roger 然後他就是嘲諷英國BBC飲食節目中的一個女主持 的蛋炒飯 說他煮得just like a shit 然後爆紅的 他有兩百多萬的訂閱人數 他很多視頻 其實都是在嘲諷英國的飲食文化 嘲諷英國人不懂得吃東西 嘲諷英國人不懂得穿衣服 說有一個人穿得很漂亮 我問他你是什麼人? 他說我是英國本地白人 他說你不像 因為英國的白人 每個人都穿得just like a shit 他也是說這些話 也是文化的嘲諷 嘲諷本身就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一種表現 如果他是事實 不是辱華 不是侮辱 不是辱鷹 不是辱美 如果他即使不是事實 是個人意見 也可以暢所欲言 只要那些事情不要觸碰到人的禁忌 有些文化不同的文化有禁忌 有些文化禁忌 宗教 伊斯蘭教 日本 神道教 你不要觸犯到這些禁忌 中國可能也有很多這些禁忌 有些宗教 佛教 中國也很重視這些 盂蘭節 先人 你不要觸碰到這些 一般來說我們覺得應該要包容和寬恕 但是今天中國不同了 今天中國由於過去的100年 我們是以仇恨教育作為一個根本的發展 叫做百年屈辱史 中國強了幾千年了 突然間到了最近百多年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人受盡西方凌辱 受盡西方列強的游輪 所以我們塑造了一個百年屈辱的史觀 到了近十多年 中國人有錢了 富起來了 而且小部分人富起來 強起來了 耀武揚威了 一帶一路 做丐幫盟主了 那麼 結果 這種長期的屈辱史觀 導致我們自卑 這是我自己有經驗的 我以前90年代去法國旅行的時候 到了百貨公司進去 別人跟我們鞠躬說日文的 空泥 我看著我又不是日本人 我也是看著他 笑一笑就走 有時候我會說一兩句 嘲諷的話 但是這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結果 是不是百年屈辱的史觀 就是導致我們的民族自尊 越來越 可悲了 但是一旦強起來 有極度的自卑 就會變成極度的自尊自大 所以到了今天 我們強起來了 自尊又來了 自大又來了 傲慢又來了 驕傲又來了 所以在別人的國家對我們中國人的一些做法 有意見 你就說他侮辱你 不尊重你 就問你拿提示就等於打劫你 別人說對你的國家有幾個批評 就說別人歧視你中國人 就說別人要打壓你中國的發展 這種就是一種自卑到自尊 一種極端的反差表現 所以今天這個中國文化 就形成了今天這個格局 當然了 講一講MC Jean MC Jean這個人 他作為一個美國華人 他進去大陸 找大陸的人民幣 找市場 林書豪也是如此 那麼 但是你們也不能夠忘記 你的祖國是美國 你世代居美 你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深圈 溫情與敬意就可以了 作為一個文化認同的民族主義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以血緣 以國籍 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認同 其實可能是有雙重背叛 是不是在背叛你的祖國美國呢? 希望林書豪也好 MC Jean也好 這些海外華人都要細心地想一想 肉華當然不止一宗 還有第二宗 就是Warning Man Warning Man大陸也很受歡迎 韓國的一個電視節目 而裡面 由於出現一個遊戲 遊戲裡面 顯示了台灣一個地方 是用中華民國旗的 而不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大陸也說要抵制他 那段片也被剪走了 我首先問問 台灣使用中華民國國旗 是不是一個事實? 它是事實 台灣是不是掛著五星紅旗? 不是 它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事實 由1945年以來 台灣一直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 唱的是梅花 統治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所以它用中華民國國旗是一個事實 對於別人是講述事實 而你覺得這樣就是不尊重你 即是你的民族 當然不是全部人的 那些極端的小粉紅 至少是你的群體不能夠接受事實 一個不能夠接受事實的群體 這真的是自欺欺人 玻璃心碎 所以這個Warning Man事件也好 全部都看到 有幾可悲 當然現在荷里活全面擁抱紅貓 無可奈何 2012那套電影中 有一幕 說要中國人做起飛船 《生鮮彈》 《跟彈奏》 《天彈花》 裡面有一個對白 火星任務 美國的太空隊救援失敗 最後要靠中國的火箭 才能夠協助穆迪文重返地球 所以有些中國元素可能能夠賺到二億計的票房 荷里活也好 NBA也好 他們也樂此不疲 NBA球員在休季賽的時候 你中國表演一下 就拿一千幾百萬回去 大家都很高興很開心 賣的球鞋 簽的合約代言約 也要賺三幾千萬 說的是美元 所以他們那些人 非常熱衷 但是這樣就會讓空間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到了有一天 你就不能自拔 你就會變成依賴他們的生活 就沒有了自己 迷失自我 所以文化就講到這裡 君尊實碑 中國人 現在形式上跪小了 但是精神上 我們仍然都是跪在這裡 還要世世代代代 跪在這裡 這也是 適應一下新常態 各位香港的朋友 還有最後一點 就關於王毅 我們外長王毅 國務委員 他最近經常說一句話 其實這句話也是中國近年 外交部也好 教科書也好 的主旋律 就說外國人應該要尊重中國人民的道路選擇 他講到道路選擇 就是目前我們正在走這條路 我們正在用的制度 我們執政的政黨都是中國人選擇出來的 這句話如果說得沒錯的話 我們每一個朝代都是這麼說的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 只要存在就是合理 當然這是曲解克格爾 存在即合理的說法 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存在就等於合理了 存在即選擇 就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徐陽帝興建大運河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而推翻秦二世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元朝統治中國九十幾年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清朝統治中國入關揚州十日家定三徒 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因為存在即合理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史觀 而另一個有趣的史觀 之前我講過 湯家驊說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 從來沒有什麼侵略別人的歷史 只有像西方一樣才會有不斷的殖民 不斷的帝國主義 中國人沒有 這也是存在就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中國文化有普天之下莫非黃土 所以中國人打的戰爭那些也叫做內戰 但是新疆說明新疆 香港的新界也叫做新疆 新疆新界英文翻譯做New Territories 其實是新託回來的疆土 新託回來的疆土 很明顯就是武裝殖民 征越南征八月 以前秦朝我們沒有 五嶺以南不是中國的土地 我也說如果中國不是有殖民主義 中國只有今天河南陝西和河套一帶的文明起源 下雙周 中國為什麼要有今天如此大版圖呢? 就是因為不斷武裝殖民 拓展回來的 但是不是的 因為普天之下莫非黃土 打贏了就是內戰 所以 我們今天蒙古擁有的領土是內戰得來的 新疆西藏是內戰得來的 因為打贏了就是內戰 這跟日本當年大東亞共榮的背後理論邏輯根據 是一樣的 不過這些都是日本人民 或者中國人民的選擇 日本打敗仗就是日本人民的選擇 中國今天正在走這個道路 是中國人民的選擇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Like、Subscribe、留言、支持 講得好聽、認同的 給個Like 不要淪色 以及我的收費平台Patreon 請大家支持 裡面有MP3 文字摘要 聲音、黨 以及有一些討論在裡面 我也會給大家看 OK? 尤其是最近移英生活 我開了群組又變了600多人 移英生活的群組 給Patreon的網友用 裡面有很多很有用的資訊 那些連結 我已經早在過幾星期前放在Patreon 所以Patreon的網友你可以找回來 OK? 拜拜